104基本法條文 可能就住104基本法條文處理 究竟在什麼情況之下符合宣誓 又或者會不會有人阻撓香港的立法機關運作 不真正擁護基本法 我想它是清楚講述這些條文 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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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之前梁宗盛 游位精弦 那種胡作非為的時候 當時人大常委未去清初大利潛違的時候 我們香港的行政機關也好 我們立法機關也好 我們自己都很迷失 又好像很怕大家都不敢去執行 直到人大常委當年很清楚說明有關條文 之後你發覺在宣誓的時候 反對派不夠膽再胡作非為 那你很清楚看到有時候 的而且都是人大常委清楚解釋條文之後 是令到那些反對派在議會裡面 是不夠膽再胡作非為 那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其實是過去的經驗 是看到發揮到那個的作用 是不是會跟他們都握直 toolkit 那ructor早五囘朝 跟岐隆露之下 當EEEE隆露之下 如果大家先拿 很棒 其實很多事都能讓亂去 互作非為的意念 也有詞 國安法 當 page 都不可以 去干擾、阻礙立法机关的履行职务 因为在权力及特权之下 说明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做这些行为 包括我们致员都没有这个远赐金牌 例如他是冲击主义台被会议进行的时候 我想大家也要看看他的所作所为 究竟会不会违反这个立法会的权力及特权 甚至如果是涉及到一些非法行为的时候 应该要稳定法机关去处理 以前的政典大家想很多事情好来好去 又觉得不想去得太准 但你发觉在过去这些希望互量互扬的权揽 其实是得不到一些正义的环境 在国安法有关的条文和这个特权法之下 Tag也没见过 因为过去我们就没有去用到这些工具 去帮我们去扶回这个医療的权权